政府總部東疫前面的空地 會進行工程,加強保安 公民廣場從此就會消失 公民廣場這個名字其實不是官方的名稱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名字是學民思潮的成員改的 但據我們了解,學民思潮在這個地方擇營絕食時 都沒有想過這個場地是甚麼名字 直到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成立 在這個地方舉行大型晚會公民廣場這個名字 才在傳媒採訪通知當中出現了 當時他們的集會並沒有事先申請 這個是屬於政府總部的地方 是由行政署管理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當時都曾經要求行政署長 用最寬鬆包容的態度處理學生的行動 公民廣場放置旗桿的位置 其實十分適合用來做港台的 深受示威團體的歡迎 無論是免費牌照的風波 還是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的示威 都在這裡舉行了很多晚的大型集會 新界東北發展的集會後期 立法會是封鎖了示威區 不少團體更加索性 疑似去公民廣場的集會抗議 即使是沒有示威集會的日子 公民廣場也都留下了不少示威者的帳篷和道具等等 我們聽聞行政長官梁振英 對於這個環境都頗不滿 覺得一個行政機關的重地一片凌亂 就不是很成體統 多次促請官員想辦法怎樣解決 據問梁振英是相當緊張的 要求各個相關部門要看實 確保這個加設為難的工程 可以如期在八月底之前 即是人大常委會就正改做決定之前完成 正改風暴威力有多大? 可想而知